哇 陳琳好有自信喔 都素顏 其實不是自信 是 我不會化妝 就是罵啊 你們會罵我不會喔 這個很針對耶 就是說潘瑋柏吧 今天很衰 很倒臉 好 倒咩 哈囉 大家好 我是L雜誌8月號的封面人物楊陳琳 現在是你問我答的時間 這邊有幾道題 第一題是運動的時候都聽什麼歌 我知道大家應該會以為我很常聽音樂 但其實我不是一個 非常常聽音樂的人 像是倫巴克啊 NTC啊 甚至我現在有多新的運動是跳床 這些都是要搭配音樂的 然後那些音樂都是老師自己選擇的歌單 我自己的歌的話 都蠻不適的運動 比較適合伸展 因為我的歌比較走那個心靈療養路線 你的青春做了誰知華語最該聽哪些歌單 我的青春 安世奈美會啊 更早期的話是李文 然後國中左右就是阿妹的 Rainy's Vlogs 下次的主題是什麼 有沒有考慮和圈內好友當吃播 我覺得圈內好友當吃播 這個很針對耶 就是說潘瑋柏吧 因為想到吃除了他還有誰 但他真的很奪我耶 真的要跟他吃飯很難 你們去幫我煩他啦 因為他真的不理我 想看陳寗的化妝過程 這要經過我化妝室的同意 因為我本身不會化妝 我的化妝就是遮完黑眼圈 就是我的化妝了 如何保持肌膚透亮 除了你從母胎媽媽給你的之外 我覺得後天的勤勞保養也蠻重要的 飲食上面因為就是也不要因為 所以為了要保持肌膚的透亮 為了保持身材 然後你就讓自己吃的不開心 我覺得你自己心情上的保養也蠻重要 它會影響你的外在 覺得自己最有魅力的地方 自己講喔 但我真的覺得我很自然 我覺得我最有魅力的地方 應該就是我很真吧 對 我真的很真 這也是我的缺點 但是我還是認為它對我而言 是優點的百分比比較高 對外界負面評論是怎樣 調適自己的心情 就是罵啊 你們會罵我不會喔 只是你們罵給我聽 我只能罵給我親朋好友聽 那我覺得罵完了自己 就是有一個出口了 我覺得就應該要聽了 所以我是一個 當我有出口之後 我就會立即回到一個 還蠻正向樂觀心態的人 常常看到大家說日子好水膩 有什麼正面語錄可以分享 我覺得水膩已經是一個正面的 詞彙啦 寧可說今天真是水膩 都比你說你今天很衰很倒楣 倒咩 哈哈哈哈 我比較反對就是 一早起床你就覺得今天自己 感覺很倒楣 我覺得這就是你自己在觸自己眉頭 但是我覺得水膩本身已經讓倒楣這個詞彙 變得比較正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